最后就是我的心 哈喽大家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快12点了 我刚刚才和朋友吃完饭 然后回到家 在睡觉之前 想先来和大家开一个箱 对就是我刚买的一个新相机 是佳能的G7X Mark III 我之前呢 一直都是用我的佳能 AM50来拍视频的 我觉得那部相机真的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推荐 但是昨天我就不小心 把那部相机给摔坏 拿去维修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修的好 对然后在那个维修点逛的时候呢 我就试用了一下这一部相机 试用了一下 发现它就是真的特别的小巧 虽然我的那个AM50 我觉得也是比较小巧和方便的 但是相比较起来呢 这一部又真的小巧更多 所以昨天把那个AM50拿去维修之后呢 回来想了一个晚上 就想今天还是去买一个 这一个相机回来 想着它比较小巧 以后出去拍Vlog时候呢 用它就会更方便 因为我现在出门拍摄的话呢 一般都不带相机 都是用手机拍的 手机的画质啊 和收音还是会稍微的差一点 另外呢就是想 如果我的AM50真的那么不好彩 修不好的话呢 我还可以用这部相机来替代AM50 在家里面拍一些视频 这样子 我现在呢用的是 我们家的这部单反6D Mark II 在拍视频 然后它是一个定焦的镜头 对所以就要站得非常的远 好了那下面就和我一起来 拆这部新的相机吧 有一点小小的机动 电池的充电线 最后就是我的相机啦 哇它真的好小一部 里面还有一颗电池 和一个可以绑在相机上的绳子 相机我就开好箱啦 就是真的特别的小巧 感觉操作跟之前的相机都是一样的 好了那明天就可以拿这部相机出去拍Vlog了 开心 现在来了大馆 做了下午茶 准备去一家想去很久的一家网络 然后今天是星期六人有点多 所以还在董位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得喝 哈喽大家刚刚回到家 现在还是在用我的这个新相机拍摄 对我感觉呢 这个新相机它的美颜 会比之前的M50要更加的厉害一点 今天是星期六周末 然后下午呢和朋友一起去打卡了一家 最近就是看很多人发的一家咖啡店 叫做Between Coffee 然后那家店还挺火的 去的时候有很多人排位 我们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入座 对那家咖啡店的环境还不错 然后我觉得那个草莓蛋糕是真的很好吃 不过咖啡就还行 对还剩了一半回家 我现在真的挺喜欢我的这个新相机的 它就非常的小巧 今天带出街拍Vlog呢就很方便 虽然它的效果我觉得比起M50来说 我觉得还是M50好一点 而且M50的对焦会比它快很多 这部相机好像它的对焦确实会稍微的有一点慢 对不过我觉得它的效果真的蛮好的 而且就是真的很小巧 很便于携带出街 早上好呀小飞飞 Good morning宝贝 savior bye 搽不奶油 脂肪 重量 碎 沸騰 沸騰 弄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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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啦 现在准备来做晚餐 今天晚上吃粥 然后呢我准备做一个腐乳通菜 然后炒一个玉米粒 开瓶盖的好帮手 然后小半勺的盐 加一些清水 把它给搅拌 哇 来偷吃一口 嗯 超级好吃 超级好吃 今天的晚餐两碗非常稀的粥 米加的太少 然后呢一个炒玉米粒 然后一个辅竹炒通菜 然后这个盘子是空着的 本来是想让老公打包两个牛肉饼回来吃的 本来今天还很期待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呢 他刚刚打电话来说 那两间卖牛肉饼的店都关掉 装修了好像 所以今天晚上就没有牛肉饼吃了 非常的失望 不过没关系 然后我刚刚就在冰箱里找了另外一块饼来热着 就凑合着吃一下 没得吃牛肉饼 所以我烤了两个土豆饼 然后这个是锅盔 是成都的一个小吃 它就是面子 然后里面夹猪肉末或者是牛肉末 对这个也非常的好吃的哟 走啦 走啦 马上再回来陪你 好不好 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五 今天早上呢 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的M50修好了 可以去拿了 我现在还是在用新买的这个G7相机 在拍视频 然后我昨天晚上发现了一件 特别崩溃的事情 就是我前几天用这个新相机拍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移动相机的时候 它的反应就是特别的慢 网上都说这部相机 它的缺点就是对焦很慢嘛 所以我就以为它那种画面的延后 是因为对焦慢的原因 而且我竟然没有觉得 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部相机的颜色 真的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就是其他的缺点 我感觉都可以包容 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 昨天晚上我才发现原来呢 就是拍摄的那个帧数 本来应该是50帧每秒 然后我选了一个25帧每秒 所以呢画面看起来就是移动的特别的慢 但我昨天晚上把它调回50帧之后呢 它就变得超级的顺畅了 所以就是之前拍的片段 可能画面不是特别的流畅 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对完了这么久的相机 有时候一些基本的设置还是会弄错 感觉就是很白痴 快递又到啦 过两天又可以给大家拍淘宝开箱了 好 有酒味嗎 來酒,來酒,來酒 來酒,去酒 我會來酒 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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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了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好多粉色的玫瑰花好漂亮 這條通道也超級美的 發現了一個寶藏的地方 今天中午呢想要吃的稍微輕盈一點 所以又準備來做一個影鎮悶菜 它的做法就很簡單 先是準備一些你想吃的蔬菜 然後呢就是把這些用黑胡椒醃過的蝦和魷魚 放下去煎一煎 放進蒜末和乾辣椒 然後再放一點點花椒 進去炒 炒一下之後呢加一點水 蓋上蓋子 把它給燈熟 炒一下之後呢加一點水 蓋上蓋子 把它給燈熟 好接下來就把煮好的菜給放進盤子 然後把剛剛調的醬汁給淋上去 哈嘍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現在呢準備來吃我的午餐了 昨天呢在外面吃饭就吃的特别的饱和heavy 所以今天中午呢就想要吃的稍微的清淡简洁一点 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这个闷菜来吃 所以这个闷菜呢我真的是觉得比较的健康 而且味道真的非常的不错 就里面加了花椒和干辣椒 就酸酸咸咸辣辣的很好吃 然后它里面呢又有不同颜色的蔬菜 另外呢还有很多虾和鸡蛋的蛋白质 所以感觉还是蛮健康的 看着这种五颜六色的感觉吃起来心情会非常的好 推荐大家可以做来试试看 真的很简单 刚刚吃完了午饭现在要准备出门了 今天晚上呢会去朋友家吃火锅 对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呢就会各自买一些调料啊食材啊 这样子带过去 就不需要一个人准备的很辛苦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会带的一点点东西 因为我比较远 所以他们会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啊肉之类的 我呢会带一个这个火锅底料 对牛油的火锅底料 然后呢一个火锅粉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现在准备去买一些那种特别大的鲜虾云吞 然后可以到时候大家一起煮来吃 ibal像哥 好 底煮 锅 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